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小老婆冷知識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台灣山葉的歷史第三集 上一集的時候我們提到 台灣山葉推出了FZR150 跟螢光150這兩台車 這兩台車的外型跟性能 確實相當出眾 也替台灣山葉打出一個相當好的名號 但是螢光這台車 騎不到2萬公里就會吃雞油 修好之後騎2萬公里又吃雞油 成為台灣山葉和車主揮不去的噩夢 也讓台灣山葉被貼上了 不會坐試行程機車的標籤 1992年發表的迅光125 便是在這個氛圍下誕生的 時間回到1990年 日本HONDA拿出了一顆代號叫做GY6的引擎 給了光陽和三陽 光陽推出的車叫做豪邁125 三陽推出的車叫做敵爵125 豪邁和敵爵的好騎、省油、穩定且耐操 幾乎席捲了國內125CC速克達的市場 也讓台灣山葉 索索準備、進攻 四行程125CC的市場 有了螢光150的經驗 這次YAMAHA不敢掉以輕心 台灣山葉更是卯足了全力 找了一個知名的飯店辦發表會 並且邀請台灣所有的經銷商來參加 當部幕先看了那一刹那 台下經銷商看到設施一台 四行程125CC的速克達 迎來的不是掌聲 而是滿滿的噓聲 而且久久不斷 除了經銷商對這台四行程的引擎 已經沒有任何的信心 這也讓發表會 沒有辦法繼續辦下去 當時的副總叫林吉松 他走上台牽著車 對經銷商喊話 如果這台車再出問題 再賣不動的話 我就下台負責 如此真誠的態度 軟化了經銷商 也讓整個發表會可以繼續下去 那我們來說一下 迅光125這台車 迅光的設計手法 跟日系的豪邁敵捷完全不同 它是採用歐洲的設計 並且參考一些汽車的設計手法 所製成的車款 他們叫做Ero Style 第一款迅光125的車頭 是可動式設計 就是斜板下面再加一個前吐槽 煞車是前後骨煞 前避震是多連桿式 當時的多連桿式就是 你按下前煞車之後 車頭會升高的那一種 後避震是兩支的雙避震器 跟當時的豪邁敵捷相比 就有不同的進化 最特別的是 外漏式的加油口 強調加油不用開坐墊 跟豪邁敵捷加油要開坐墊相比 確實是做出了一些差異 當時的Slogan叫做 新未來超概念設計精準 煞光是在超時代的理念下 設計開發而成的 並且在行銷世界各地的考量下 更有快感更輕便的設備 將煞光引擎到更理想的境界 這段話其實我看不懂 才表達什麼意思 不過光聽起來呢 就覺得非常的厲害 加上台灣三頁不斷的營造 其煞光125就是有一種高級感 跟日系的設計做出了區別 引擎動力的部分呢 煞光125擁有10匹馬力 硬是比當時9點多匹的豪邁敵捷更快 再加上YAMAHA引以為傲的操控系 在山路上或者省到的大直線 可以把豪邁敵捷吃得死死的 造就了煞光125的熱賣風潮 從1992年底到2000年 這8年的時間 一共賣了將近47萬台 也成功讓台灣三頁 在四行程125CC蘇維達的部分 能夠和光陽三陽一較長短 也造就了三陽光陽三頁 這三個車廠三分天下的局面 YAMAHA這顆EV4引擎呢 除了用在迅光125上 還有其他的分支 比如說1996年推出的風光125 8年的產品週期 也一共賣了39萬台左右 這兩個算是比較熱銷的車款 其他還有1999年推出的頂級迅光125 一樣採用EV4引擎 但是曲軸大端和進排器做了一些改良 前12吋後10吋 置物箱可以放進兩頂4分3安全帽 也賣了4萬台 2001年推出了SVMAX 則是強調運動風的車款 當初找張正代言 順路順路的廣告引起了轟動 前後大概也賣了10萬台左右 EV4這顆引擎的晚年呢 變成了平價買菜車 叫做進風光 從2004年一路賣到2016年 這12年的時間賣了28萬台 也可以說是工程生退了 迅光125加上同引擎的分支車系 生命週期從1992年開始 到2016年說再見 前前後後有24年的時間 一共賣了130萬台 說是台灣三葉的扛把子 一點也不為過啊 講到這邊 我們要回過頭來講 為什麼這台車叫做迅光 在二行程的時代呢 台灣三葉的速克達都以風來秘密 比如說大家熟悉的 進風 凌風 兜風等等 到了四行程時代 台灣三葉就開始思考說 到底什麼東西比風更快 最後選定的東西叫做光 也開啟了四行程數會達的光自備 比如說螢光 迅光 風光等等 英文的部分呢 迅光125在台灣叫做Fuzzy 就是當時很流行的智慧冰箱 或是洗衣機 可以預約計程中洗衣服的那一種 上面都會有Fuzzy的字樣 就是微電腦的意思啦 不過迅光125這台車 在日本呢 叫做Thickness 就是大家年輕一輩 比較熟悉的近戰的英文 那Thickness的故事呢 我們會在下一集跟各位分享 那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歡迎按讚分享加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